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金门县议员蔡春生日前提出金门博弈公投案,县府认定连数人数跨过门槛,公告于10月28日举办投票,金门县明但将大学副教授杨并逊指控金门县政府裁量带坐,上月向行政法院申请停止执行公投被驳回。 至于本案撤销诉讼部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尚未经诉院程度,因此提起行政诉讼数不合法,赶在投票日前一天即10月27日将此案驳回。此案可看告。 上周六10月28日金门以投票举办博弈公投,最后反赌方取得压倒性胜利,答赢这场金门保卫战。 蔡纯省去年9月向金门县政府提出地方性公民投票案,主文为为振兴金门经济开创金门的前途,您是否赞成势力国际度假区并于其中开放5%观光博弈? 金门县府把案子转给夏侠的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汇集各方意见后,把案子移交至金门县选局委员会。 该案合格联署人数总计5602人,打法定联署人数下限5178人,选委会遂以106年6月23日精选一字第10106315029号公告金门县公民投票案。 第1案成立即以106年8月4日精选一字第10106315051号公告金门县公民投票案。 第1案之投票日期等事项定于今年10月28日办理公民投票。 旦阳并训主张金县府未将审公投案违反离岛建设条例和金门县公民投票自制条例, 就将该案送请县府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认定属裁粮待度,陆续提出停止执行及撤交诉讼。 不过这两岸均遭驳回。 不过这两岸均遭驳回。 不过这两岸均遭驳回。